明珍在历经整改和幻名风波之后,近期,终于是顺利开拍了,虽然在阵容上没有办法满足粉丝,双北难拒,鬼鬼难回,但好在这么多记绊下来,有的艺人即使不是飞行嘉宾,通过多次探案,也被认证为是节目的灵魂,所以有两位缺席,对于节目而言不至于是山穷水尽的程度。 这种能变通的是好的,而对于形成了固定家族的栏目而言,换人就面临着节目热度下降的分风险,跟电视剧第二部换人拍是同样的道理。 在其他综艺N代陆续宣布常驻之后,蒙塔2的全新阵容被也曝光了出来,看到网传名单,网友真诚发问,杨子呢? 最新一版的名单上,只列出了四个人的名字,杨迪杀意,孙红雷黄紫套,是原版阵容中的男生男子,姐妹团纳英和杨子并未出现在上面。 从栏目的内容上看,玩的模式是当下流行的实景剧本杀,此类游戏市面上在性别分配这一栏,基本上有男优女。 除开一些特定的本质之外,因为不是特别设计的故事里,角色需要人扮演,而反串是不太建议的。 综上,在一定程度上,悬一综式常驻分配,就该是第一季的样子,如今蒙炭家族要变男人帮,部分粉丝还是接受不了的。 换而言之,要是把女人机替换掉了,家族就不是原汁原味了。 杨子虽然在节目结束之后录制了官宣第二季的李希尔,但关于他是否会继续参加的话题一直争论不断。 首先他是演员,而后才是综艺人,拍完时长六个月的电视剧之后就马上进组电影。 他对于演艺事业的上心,是知道了都会觉得是劳魔的程度。 他不去,评论区有的是人叫好,大家提到的原因无他,直吵CP这一样。 在节目欢乐送主题中,王子涛和杨子扮演的人物刚巧就是一对,所以全程两人都是情侣姿态,加之两人都是对人王者。 一言不合就阴阳怪气对方,氛围看起来很是有趣,所以在这期节目之后,有人就磕上了这对。 于是就出现了经典的维粉和CP粉质论战,后者希望能看见两人多多合体,但前者只愿意看见自家偶像搞事业。 所以这分歧就来了,其实抛开CP元素不讲,两位的综艺感确实适合待在一起录制,那么,就期待下一季的蒙炭家族了。